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其实什么都敢 我的祖辈都是土夫子 而我 什么都不会 我是乌山居的老板 我还有两个二老板 胖子这个 叫做王胖子 你一看就知道 我们两个人乐观开朗 是积极向上的小伙子 第三个人 你也一看就知道 不太好相处 这个人脾气很怪 大名叫张启玲 外号叫小哥 为了要把我想讲的故事讲清楚 我得从她是谁开始讲起 这也是这个故事 难讲的原因 她是谁呢 没有人知道 我认识张启玲的时候 她已经失去了记忆 她说她只记得 她有很长一段时间 生活在雪山之中 但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做什么 记忆中 她就是一直在走路 一直走 一直走 不知道是要走出来 还是走进去 她在雪山中徘徊 到底在寻找什么呢 请耐心的 等我讲下去 请耐心的 请耐心的 张启玲 在寻找自己记忆的过程中 竟用了隐藏在西南深山里的张家古楼 据说 这是她家族的磁堂 其中有她记忆的线索 张启玲前往该处的地下山洞进行探险 已经失踪了 已经失踪了 我和胖子前去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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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 借口 胖子 打个对角 里面可能会有信号 得嘞 小哥 小哥 能听到吗 我是乌鞋 我和胖子来救你了 张启凌 听到回话 我和胖子来救你了 小心点 我在爷的笔记里看到过这个 古人会用玉璧 来俊养一种叫做蜜闸头的动物 这里很危险 赶紧走 我知道 我知道 走吧 啊 昌家鼓楼 终于到了 真不容易啊 张启流 启流 走吧 誓死誓活都得亲眼看见 这不是大哥你说的话吗 张家鼓楼 小哥家的祠堂 开开眼 这地方 怎么到处都是白色的灰尘 这龙很大 我们先找找 看看有没有小哥的痕迹 张家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族 胖子 小英我这边来了 胖子 这里的脚印乱了 他们在这里应该遇到了事情 这里 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 叔 大猫咪的爪印啊 看这些打斗痕迹 小哥肯定参与了 这么离谱的身手 也只有小哥了 是什么东西 神秘杂褲 射他 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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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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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带的人不少 但是他受伤了 你怎么知道呢 快走 你说清楚点啊 不是你 快走 这边没有脚印了 怎么办 打成这样 脚印全团一块呢 小哥的脚印我能认出来 来啊 来啊 来吧 来吧 给个脚印看看吧 胖子 倒 不会在这里的 不会在这里的 你闲事说 应该是张家收录的骨器和卷宗 记载张家历史的 这么多房间都放满了 这张家 得是个多大的家族啊 等找到小哥了 可得让他来跟我们好好讲讲 那一刻 我看到了张家骨楼的内部全貌 我无比的惊讶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张其林家的祠堂 是这样的 我发现 我对张其林一无所知 但我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我将遇到的事情 才是我这一生的噩梦 这脚印到的这儿就没了 天真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啊 我完了 这边 什么结果 可能是我们打的信号弹 点燃了木地板 都跟你说了 让你小心点 哪能怨我了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刚才 走 刚才有这个吗 追上呗 是小哥他们队伍了 他应该是从上门掉下来的 找到他们了 胖子 拖我一把 胖子 拖我老了 朕会换你再见吧 来了啊 我 快 是嗎 天ijn 是吧 不要 这么凶险的事 咱俩没被小哥医起来 现在成这样 搞得好像我们不想医疾 小哥呢 小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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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并没有死 他通过给自己放血降低了自己的心率 从而活了下来 但他在张家骨楼里 并没有完全找到自己的记忆 我们把他救出来以后 本以为我们会一起去寻找他的记忆和过去 但没想到 他为了去解决一个本该由我来解决的巨大麻烦 他必须离开十年 这里面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每隔一段时间 必须有人继续解决 十年之后 如果你还记得我 你可以回到这里 也许 你还能看见我 十年 后来我才知道 原本应该去守门的人 其实是我 他隐瞒了真相 代替我去经历十年的植物 我无比地内疚 我下了决心 在这十年里 我也要做一件事 我要替他查清他失去记忆的原因 我希望能再次见到他 了解他的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哥临走前留下的这串珠子 是我现在唯一的线索 我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但有些事情 即使再不容易 也必须去做 这种视频很常见 秀秀 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珠子是一种有机宝石 一般我们称它为月光石 它本身的韧性 能使微雕刻得特别清晰 为了隐藏信息 通常会把信息刻在这个 窗孔处的四周 你别看它好像有什么磨损一样 其实上面 留有一些隐秘的线索 是一只蝎子 蝎子在传统图案里 有很多隐含意义 能帮我查到这个图案的来历吗 放心 网络 报纸 托人 一切能想的办法 我都会帮你找的 这个图案一定有意义 我有一种预感 它是一把钥匙 我都珠宝生意的 太难了 爸 都像你一把 这种蝎子是谁呀 这种蝎子怎么 在我老家就紧了 楼上不要紧 在泥处一带 就差不多了十分了 您说多多不是鞋子 竟然不认识进去四两五 楼上见多十分了 叫我胡胡胡胡 叫我胡胡胡胡 像我胡胡胡胡 确实没见过这种蝎子 不是天然材料做的吧 这些年的每一个线索 都是死胡同 或是被捉弄 没想到最重要的线索 又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小三爷急下 滚 三爷三爷三爷三 小三爷三 咱这好 这脾气这么多年 怎么就一点不变呢 今晚堂你少废话啊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会卷入到 那么多荒唐的事情里面去吗 趁我还没想动手之前 赶紧离开我的视线 三爷 有信物 有信物 我 今晚堂一位蝎子猪二 似有重要线索 我已听过一遍 真假莫变 你也暂且听她一说 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立刻前来与你商讨 小三爷讲究啊 还把酒给背上了 咱俩长话短说 花儿爷那边财大弃租的 相信已经给你付过钱了 就不需要我再付了吧 小三爷 您要跟我提前 我现在立马就走 我看您登报搜寻 那个蝎子图案的背景 您不觉得那个蝎子图案 特别古怪吗 我要没说错的话 那应该跟姓张的小孩有关吧 您看看这个 这是一个姓马的财主的后人 在家到没落的时候 拿出来甩卖的 正好让我一现人给看见 觉得这猪子不错 拿给我 想让我给他卖个高价 我一看 跟你那猪子一模一样 这孙子当时为了 渲染这猪子的价值 还给我看了一本 他祖父的回忆录 这里边记载的这么一个故事 带上来 他祖父叫马平川 马安村的土豪 在村后头有一座山 形似五曲 这五曲不是得财吗 这马家一想 就把这座山给占了 把祖坟也牵过去了 就在那一年 这座山上 发生了一件怪事 这什么情况 这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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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情况 怎么全部都黑了 马平川当时就觉得 这地方有问题 要把后山的祖坟牵走 但就在牵坟的时候 往下挖了十几米深 您猜怎么着 愣没挖着棺材 不仅如此 方圆百里的植被都枯死了 经过一番彻查之后 马平川发现 所有棺材不见的祖坟 全部都集中在植被枯死的地方 老祖宗包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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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让 让 老爷 谁干的 老爷 这不突然就成这样了 你看那些花草 还有在地面 跟后山的颜色一样 莫不是 家里遭了什么不干净的 胡说 这是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 是是是 老马家戒备森严 密不透风 那小孩儿竟突然出现在他家的房顶上 ilo 老大爷 你也坐在山上 你一定会认识 李大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你向永恒走去 也许早已欢笑颜色 也许早已沉沦播送 忘了为何 忘了结果 不如忘了那套伤口 那套枷锁 飘去风的美 看一颗勇敢 执行一身退 忘了为何 忘了结果 却根知这瞬间融合 逆境融合 感觉将满回 忘了为何 忘了为何 不忘此刻 歌下一段无名诗句 那座山 转身忘记 就算光阴团留不息 也为我寻的痕迹 只是这条路从崎岖的 人们跳的 也是斑驳回 为什么门中 窥欠天地 就算早已欢笑颜色 就算早已沉沦播送 就算早已沉沦播送 忘了为何 忘了结果 不如忘了那套伤口 那套枷锁 可爱你 忘了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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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结果 全面之中瞬间融合 逆境融合 逆境融合 也就将满回 忘了为何 忘了为何 不忘此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